大家好 最近在互联网上 软肋这个词开始活起来了 来龙去脉 我想大家都知道 咱这儿就不解释了 那么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 肯定也都会有自己的软肋 大部分人的软肋就是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孩子 你比如说你开车 你让人憋了 一下子火上来 想过去憋人家 但是一看自己老婆还要在车上 那就别去犯傻去了 搁过去我一样开车的时候 绝不让 你越滴滴 我越堵着你 不让 然后开着你的车冲 我冲过来了 然后要抢道 那狭路相逢勇者胜 咱看谁滴滴的声大 显摆你有喇叭 现在有小孩 咱就不这样了 只要后边有退路 不是一退掉警力 那我就一般就退了 让了 你先过 你皮大 你先过 那既然那个人 那都有软肋 那那就会有一些 这个懂人性 同时呢 又灭绝人性的这东西 利用这个软肋 对其他人呢 进行控制和要挟 这种缺德法子呢 可以讲是层出不穷 经久不衰 那么古人是怎么利用软肋 那又是怎么面对软肋的 咱今儿呢 就聊聊这个 利用软肋 这个收响别人 里边最典型的这个故事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 就是这个曹操收徐树 是吧 利用徐树的妈妈 所以有一出经剧 叫这个徐母骂曹 是吧 这个徐树的妈 被接到曹营之后 指着曹操彼得大骂 名为汉相 所以你看那个 就是我经常带着游学团 去这个颐和园 颐和园长廊上 那些个绘画 好多都是什么三国演义 这里边的故事 其中有一幅画 就是徐树走马见诸葛 对吧 跟刘备告别 跟刘关璋告别 自己走了 没办法 老妈在人家手里面 自己走 但是我给你推荐 有一个比我牛逼十倍的 诸葛孔明 然后徐树进曹营 是一言不发 虽然小说有夸大的成分 但是大差不差 徐原直的家眷在长坂坡 被曹军所获 徐树担心他们的安危 所以离开刘备阵营 去投奔曹操 刘备本可以不放徐树 但是他算有人性的 所以成人之美 让母子团聚 徐树进曹营 也不是一言不发 曹丕称帝的时候 他还上过劝进表 一直当官做到御史忠诚 所以跟小说不太一样 不光是刘备 曹操其实在面对别人的软肋 被拿捏之后 也挺有人性的 当初他刚起兵做眼州刺史的时候 手下有一个谋士叫毕琛 曹操打徐州的时候赶上后院起伙 张淼造反投奔吕布 当时毕琛的老妈就被张淼劫持了 曹操就跟毕琛说 你想走就走 可以理解 毕琛连连顿手表忠心 但转过头来就找机会投奔了吕布 等吕布兵败 曹军升勤了毕琛 大家都在想这一下 日本船满完了 但是曹操却说 能孝敬老妈 就肯定能对主公忠心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 于是任命毕琛担任鲁国国相 所以古代有句话讲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大孝是忠 对自己的软肋好 这种人才值得信任 统治者都知道 自己手下文臣武将都有软肋 而自己的权力又不受制约 可以为所欲为 于是就大肆拿捏别人的软肋 比如说赶上大将出征 家眷都会留在大后方 摆明了就是当人质 一旦战败或者投降 这些家眷就会满门抄斩 关渡之战 袁绍惨败 只带了八百人过黄河北逃 他的谋士举兽没来得及撤退 被抓进了曹操大营 曹操想要招降 但是举兽家人在袁绍的地盘冀州 那阵子冀州还没解放 袁绍这个人刻薄寡恩 要是把他们灭了门怎么办 所以举兽只能是誓死不详 最后密谋逃跑回原营 可惜失败被杀 不过他这份态度 袁绍是知道的 这样就保全了全家人的性命 北宋征讨这个南唐的时候 南唐润州守将卢将也是如此 他和刘成一起授命守城 为了让他们在前线作战别分心 后主礼玉很体贴的 把他们的家眷接到后方 不过北宋攻势太猛 刘成就准备投降 卢将说咱家眷在大后方 要是咱降了肯定满门抄斩 但刘成说这日子口 自个儿的命都管不住 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啊 最后呢 刘成和大部分军校同意开城投降 卢将只能带着少部分人呢 就逃出城 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立足之地 作战过程当中呢 又被宋军抓获 因为坚决不降 他呢就被斩首了 两大家子的结局 跟咱想象的一样 刘成的家修院被满门抄斩 卢将因为不降 家人得以保全 统治者呀 不光要利用软肋控制大臣 而更要以此呢 来挟制平民百姓 咱们都知道 古代大部分时候 士兵都是临时争招 当兵呢 不但不领钱 还要自个掏钱 一旦战事千言不绝 士兵们就会大量的逃亡 为了防止士兵逃跑 统治者呢 想了一个特别缺德的招 用这个家人做人质 搞连坐 你别看曹操对必称宽容 对普通的民众狠着呢 给所有的士兵猎户 划士籍 把士兵的家属都当成人质 如果哪家出现逃兵 全国A级通缉令 抓这名逃兵 如果一定时间之内 没有抓到这个人 那就把他的家人拎出来顶罪 在这样的规定之下 就很少有士兵逃亡 因为呢 代价实在太大 后世王朝是有样学样 明永乐年间京城守卫成门的卫戍部队 有一项优待 如果自己不逃跑 只需要本人终身当兵 如果逃跑了 那就把他的子孙抓来补足缺额 所以呢 这支部队的士兵宁愿全部老死军中 无一人逃跑 那其他部门的士兵呢 以前有过这种逃跑的现象 后来照搬了守门军的方法 就再也无人逃跑了 对此明献宗时候的兵不郎中陆荣评价 盖逃者特为深谋 其不敢逃者为子孙谋也 翻译过来就是从前逃跑 是军人们想挽救自己的人生 现在不跑 是想挽救子孙的人生 有一个笑话 这肯定是个笑话 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 这个跟苏联的总书记 俩人一块坐飞机 坐飞机的时候 各自夸耀自己的这个军人勇敢 各自军人勇敢 然后这个美国总统就说 你看我的军人多勇敢 就命令自己那个副官 那军人副官 你从飞机上跳下去 是吧 然后这个副官告诉 总统你疯了 我有老婆孩子 你看我的军人 是吧 多勇敢 他这个 拒绝执行 这个愚蠢的命令 他不跳 是吧 然后苏联总书记 微微一笑 命令自己的这个副官 你从飞机上跳下去 他那副官一拉门 就要往下跳 是吧 然后美国总统就傻了 一把就把他抱住 哎 你怎么回事 这跳就会死的 然后这个苏联总书记的副官说 总统 我有老婆孩子 这就不一样 不一样 是吧 所以呢 你相比这个恐吓士兵本人 把他们的子孙当成人质 用他们的人生幸福做要挟 确实是一种更有效的统治方式 那这种拿亲属当软肋的行为 也就是一种要挟 一旦这种要挟被破开 那就一点用都没有 尤其是碰上硬茶吧 保不齐啊 就是在烧死自己的柴火上添烧油 战国时候 魏国将领岳阳攻打中山国 他的儿子岳叔在中山国做官 于是中山国用他的儿子做肉票 要求退兵 岳阳说我带兵出征就忘了自己的事 继续进攻 中山国王怒了 直接撕票 还把他儿子给煮了 煮好的肉羹送了岳阳一锅 岳阳看到之后不为所动 连杆三大碗 紧接着下令发起总攻 一举就灭了中山国 五代十国 后汉引帝刘成佑 怀疑郭威造反 杀了郭威的全家 此前郭威是不是要真造反 不清楚 反正杀完人之后郭威真反了 不但反了 还夺了后汉江山 视为后州太祖 总的来说呀 亲人是人的软肋不假 但同时呢 也是一个人的底线 只要这个人还有一点人性 就别去拿别人的亲人说事 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到时候自己遭多大报应 可都是活该 好了 关于软肋这个问题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